刚才说超市那位 中午就开始忙 你忙的时候可能就紧张 紧张的时候然后头就开始疼了 那咱们得调节情绪行不行 但我感觉是不是不对 你看这个头疼发作的时间 它一般都是固定的卡点 像有的是什么每天下午两点的 还有上午十点的 还有晚上六点的 也不能说这个情绪都是按卡点来的 其实你们二位说的都有道理 那么首先我们说紧张型头疼 肯定和情绪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想从名字上来看 它叫紧张型头疼 那么它就跟我们的压力 我们的情绪 包括我提到的一个词叫应激 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通常呢 这样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 他不会主要的去描述说 我有一些情绪的诱因 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追问 这样患者他的头疼的发生的时候 他都是有一定的情绪基础的 比如说刚才我病例里提到的 那个小男孩 那么就是因为他每天上午上课的时候 精神压力特别大 那么上了几节课之后 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头疼的症状就出现了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女士 她也是她经营的这个超市 她会很有压力 那么她诱发了一个头疼的出现 其实我们的这种紧张型头疼 在临床上我们看 常见于是一些工作压力 节奏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些单位的一些人群 比如说白领 他们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还有一些呢就是学生 所以这个情绪肯定是诱发我们头疼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情绪也不能卡点来呀 那为什么这个情绪导致的这个头疼是卡点来的呢 对 我们的情绪不可能是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段 我才出现了情绪 情绪到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其实我们情绪也好 我们的压力也好 都不是突然发生的 情绪一定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比如说我的压力大 我肯定是这一段时间 我的工作 我的学习感受到了一个压力 那么这个压力是持续存在的 那么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可能我就反映在身体上出现了一些不舒适 所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那么当这种量变达到质变了 当我诱发了头疼之后 那么可能就累积到出现 每天到了这个时间段 甚至于到了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就开始出现头疼 所以当它慢性化了之后 就会呈现出了一种 好像是出现了一种卡点发作的 这样的一种特性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为说 卡点发作的头疼 就一定是紧张型头疼 因为我们说引起头疼的这个原因 真的是千变万化 紧张型头疼 它有它自己非常有特点的 这样的一种头疼的一种性质 比如说大多数的患者描述 是一种头部的一种紧束样的 整个头部 双侧的枕部 或者是说我们头的一圈 这种像带着一个紧箍咒的 这样的一种疼痛的感觉 疼痛的程度呢 一般不会很剧烈 一般也不会有恶心啊 呕吐啊 这样特别严重的这个症状